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错 就是国际时尚大师吴继刚的哥哥 相较于优秀的弟弟吴继刚 吴继和也不遑多让 拥有留学日本国际气管硕士的高学历 农业从来就不是吴继和的人生目标 之所以会选择回台湾照顾父母 踏进了全然陌生的农业 完全是为了成就弟弟吴继刚的梦想 兄弟情深 令人感动 我是希望孕育出一个让台湾人值得骄傲的与猪肉 我就是吴继的哥哥 毕竟两个长夜差太多 弟弟是繁绕在美女之中 那我是与猪为伍 老大就是赵书养 老爱赵书养 赵书养变台湾之光 就赵书养得回来养猪 这才是真的很好笑 我当然觉得我的梦想就是变成一个设计师 因为是我从五岁开始要追求的事情 他跟我讲说 哥 看起来我回台湾机会不太高 你也知道我的未来好像在这里 那可是把妈妈在台湾 总要有人回去照顾吧 我说你的意思是 所以你一定要回台湾 所以 他可能那时候不大懂为什么要支持我 可是他从小到大就是支持我 老旧厂房 空荡街道 这里是云林丰田工业区 气氛一片寂静 突然 一刀切下烤烛的清脆声响 伴随丰厚肉汁 缓缓飘出的香气好用圆 顾客疯狂潜食的惊呼声 瞬间打破工业区原本环境 好吃 太香了 大家当然都是往香的地方跑 在外面吃烤猪的时候 肉质干比较油腻 在这边吃的话 觉得它没有那么的油腻 盆腔烈焰 逼出特制蜜汁酱的甜甜油硝 这一大根浮夸细恶魔爪 连两只手都遮不住的巨无法分量 邪恶指数超级破表 难怪吸引外店老饕 专程跑来工业区寻宝 从高雄 本来就在想说 这么大根 那吃不完怎么办 外带猫吃了以后发觉 很好吃 然后吃得到第二根 就发现这一份 我应该可以吃得完 外面那一层 有点焦焦里面好嫩 味道很棒 我刚好是我们这边工业区的厂商 有的人是为了来吃这个 所以来找我的 但最像老涛惊艳的是 这一道生充即食的隐藏版料理 现充小礼姬 一般上吃这种猪肉汤 绝对是柴的 然后那个味道也 就是很普通 那这个很特殊 这个样子看起来应该 不会很柴 它不柴 非常的懒 为了打破坊间的刻板印象 因为猪肉的口感干涩 吴继恒当初研发现充小礼姬时 可是窝在厨房里头好几个月 跟主厨闹力激荡 我在发想说 什么可以颠覆一般人 对猪肉的看法 那我在想 最清新 然后最吃到原味的做法 我觉得就是台湾的新鲜牛肉汤 所以在想说 猪肉里面最嫩的地方 就是小礼姬 就俗称腰内肉 又来吧 仔细瞧吴继恒下刀的小礼姬 色泽粉红 质地软Q 他说这是幼稚新鲜的保证 但要骗出最适合 升充及时的0.2公分薄度 着实考验刀工 像这样就不及格了 就要 就变成碎肉了 因为这个是新鲜肉 所以它不像一般冷冻肉 用机器可以直接切 所以新鲜肉比较软还有弹性 相对下刀比较困难 我们这个小礼姬可以这样做的原因 是因为第一个 我们全程温控 对生菌素非常非常低 如果是一般的 外面买的小礼姬 我就不建议这样冲爆 因为升菌素相对比较高 长一时间主厨侯宗问 也忙着料理高汤 酥煎肉然后还有老姜 然后还有葱 白胡椒粒跟盐巴 这样而已 不同方间高汤大多用滚煮方式 这里创新采用清蒸 真的它的汤 汤头会比较清澈一点 你煮的话 它一直滚的话 它汤头会变比较混濁一点 将薄切0.2公分的新鲜小礼姬 一片一片铺在碗底 加点姜丝提味 再一口气 冲进热乎乎的清蒸高汤 这是吴季恒 大胆挑战市场的现冲小礼姬 出去之前要自己先喝过一下 玩得太饱不行了 到尾压后一个像这样子的话 咬下去 才有口感 为了推广生冲及时的现冲小礼姬 吴季恒总是站在第一线服务顾客 好及时听取意见 在冲的过程当中 会不会有不熟的那种 肉很新鲜 这糖也超过100度 所以我们在冲泡过程中 稍微搅拌一下就会熟了 所以不用担心 你可以看到那个肉 已经开始变白了 猪烧味 那个很恐怖 因为我本身就不喜欢那种东西 我就很怕吃 结果那时候找到说 这个肉竟然没有猪的烧味的话 就很高兴 要让猪肉吃起来 没有让人觉得不舒服的烧味 吴季恒坚持铲销一条龙 从源头控管 要让小猪仔有营养的奶奶可以喝 吴季恒在猪妈妈的饲料下功夫 特別添加自家工厂生产的营养品 因为我们想降低用药 所以就变成在生长过程 要让它有超过生活所需要的营养 叫做预防医学嘛 让它的这个抵抗力可以增加 所以这里面不管是维他命 矿物质 酵素 益生菌 全部都含在这里面 不光强调食补剩余药补 吴季恒对小猪仔的生长环境 也很要求 这里不遵循传统 采用开放式猪舍 而是密闭式空间 才能有效隔绝外来疾病 再搭配风扇 调节室温 冬暖夏凉 我们真的要站在动物的角度去思考 如何让它可以生活得更好 所以才会有动物福利的概念出来 对维炎父的吴季恒来说 动物福利的落实 就像他顾小孩一样 要安抚一下 要再安抚一下 不然他会生气啊 他会激动啊 你看 原本失控大叫的小猪仔 在吴季恒的怀里 渐渐安定下来 仿佛回到猪妈妈身边 很有安全感 你不能不爱他啊 你不爱他做不久啊 但你知道吗 养猪很有一套的吴季恒 居然是33岁 才踏进农业的门外汉 拥有留日国际气管硕士的高学历 弟弟才是名扬国际的时尚大师吴季刚 弟弟是玩绕在美女之中 那我是与猪为伍 我的美女跟他心中美女差很多 因为我们喜欢他们白白胖胖的 可是在服装要有骨感 要有Style 所以我们审美观很不一样 我是赵书养 我弟弟是赵书养 赵书养面台湾之光 就赵书养来回来养猪 这才是真的很好笑的 吴季恒会说出这样的玩笑话 不是没有原因 因为身为被妈妈赵书养的老大 从小品学兼优 反观弟弟吴季刚 学业成绩普普 只对美术有兴趣 但我弟弟从小一直都对艺术 尤其是对美这一方面服装有兴趣 所以他会请我妈妈带他去中山北路 看婚纱 然后他会买这些娃娃回来 就是去仿造这些衣服 可是他其实不是在玩那个娃娃 其实我弟弟要的是那个衣服 对他来讲那个身体只是一个 就像模特儿 就是衣架子 可以展现出衣服的特性 所以我们不了解 小时候就会觉得说 修修脸你知道吗 男生怎么都玩女生的这些玩具 其实我弟弟要的是那个衣服 认为我有点奇怪 因为我喜欢这东西 跟别人喜欢的东西不一样 男生不应该玩娃娃 可能娘娘腔或什么东西吧 这种事情 可是我就是 我就是这个样子 我蛮肯定 我弟弟持续如果在台湾念书 如果以他的个性跟他的坚持 会活得很有压力 因为父母担心弟弟的艺术天分 可能会被台湾当时盛行的 升学主义埋没 于是兄弟俩被送到国外求学 因为人生地不熟 吴继恒自动担起 长子如父的责任 保护与众不同的弟弟 我想他是绝对会被霸凌的对象 我非常清楚 因为即使到国外 也还是会遇到一些 不是说好像国内的人就很坏 国外的特别好 不是的 在国外艺术方面 比较有一些空间可以发展 可是人性是一样 只要有一个人跟你不太一样 就会有产生排挤 乃至于到霸凌 自己也蛮痛苦的 因为我觉得自己喜欢的东西 只喜欢这些东西 可是 社会说你不应该喜欢这些事情 大家的人说你不应该 就是有点 自己里面也觉得说 我是有点 我是太奇怪了吗 我是不正常吗 这些事情 在温哥华的过程 还是会遇到一些被欺负的状况 那 我还是会需要 我自己就认为有必要 去帮他做一些处理 但吴继恒没想到 这一个从小受他保护的弟弟 居然成为他回台养猪的原因 这是得从2004年一次兄弟间的谈话说起 我当然以为我的梦想就是变成一个设计师 对吧 因为是我从五岁开始要追求的事情 他就跟我讲说 哥 看起来我回台湾的机会不太高 你也知道我的未来好像在这里 我的意思是说你要讲什么 你快点讲 他就说我可能没有办法回台湾 那可是爸爸妈妈在台湾 还有你也知道爸爸公司 其实他自己创业 如果有人帮忙也会不错 所以呢 所以你应该回台湾了 所以 于是疼爱弟弟的他 决定回台湾 担起照顾父母的责任 也开始接触爸爸的动物营养品事业 我们做的动物营养品就是给动物吃的 最后一定会变成食物 这件事情不能改变 所以呢最好是呢 我们源头也要做好管理 为了做好溯源管理 这里的营养品 从进货 分装到出货 仔细到每一个阶段 都有自己的身份证 但这样层层把关 让动物吃得更安心的理念 却没有得到太多猪农的认同 例如说 你就是想卖我更多产品嘛 所以你就叫我动物吃好一点 但是真的有必要吗 或者是我吃了这么多 真的对我的产品 或对我未来销售有帮助吗 这些质疑点是非常非常多的 吴继恒为了协助爸爸 推广动物福利的理念 领着留日硕士光环的他 脱下过去习惯穿的西装 改穿工作服 穿梭朱社 跟猪能保甘情 甚至乙冰王会友 不管好不好吃 我都会吃 如果你假的吃 人家看得出来 但是你真的吃 但又真的不会吃 人家就会感受到 你是真的不会吃 但你愿意吃 只不过 吴继恒推广 动物福利的努力 还是抵挡不了 后来全球爆发能源危机 带给台湾畜牧业的冲击 能源危机 玉米就变成了 就是生殖材料 生殖能源 所以玉米大涨 所以动物飼料 就是三四倍的涨 因为确实它的原物料成本 就是大幅成长 所以它可能就要把 营养品的部分要去缩减 为了向大家证明 动物福利的理念 真的能够创造动物 农民和消费者的多盈 吴继恒主动向爸爸提出 建立从饲料到餐桌 产销一条龙的想法 还打造台湾第一座 透明肉品分切工厂 消费者的信赖 或者产业互相的信赖 所以一定要有人先开成互管 还有什么透明感 比玻璃更清楚的 所以我就想 那我们把大分切室 用玻璃造造起来 让不管谁都可以经过 都可以看到的话 是不是可以拉近 我们双方的距离 吴继恒勇于让资讯透明 还有一个原因 他希望大家眼见为平之后 再品尝自产自销的 全猪风味料理 跟坊间有何不同 不能够用外面的猪排 来想像这个千层猪排 它的饲养过程 都有跟我们讲 不会说去吃到一些 来历不明的猪什么的 然后又可以很新鲜很干净 就是它的分界工厂 就是很卫生很干净 然后都看得到 美味的除外 食安的问题也是很重要的 顾客的认同 给了吴继恒很大的信心 也让自家开在云林 偏箱工业区的餐厅 成为老饕 口耳相传的美食秘境 当中这一道红酒炖软骨 浓郁的汤头 何来香醇回甘 关键就在于 用红酒充分释放 豬软骨的丰富胶原蛋白 红酒里面的丹宁酸 可以让肉质更软化 老人家应该都咬得动 因为它非常的软嫩 胡继恒从2014年开始 在云林天香默默耕耘 垂直整合养猪 肉品分切到餐厅的努力 也终于得到了同业的肯定 毛总 我们这个汤头看起来很清爽 应该跟我们的角落蛮搭的 尝试看看 好啊 这里是台南一家专卖 冷藏鲜肉的涮涮锅餐厅 老板毛耀诚 就是一路相挺吴季恒的知音 没有介绍 他就问我说你有没有听过吴季缸 我说有 我知道 很有名 他说那他哥 他们现在卖猪肉 我想说 怎么会这么跳动 对 一个滴滴是国际知名的设计师 对 那时候我觉得 我就有两个想法 第一个要嘛就是 花家里的钱嘛 反正就乱玩嘛 要嘛他就是傲人 就是我们讲 就是傲人傲大 真的是傲人 我是希望孕育出一个 让台湾人值得骄傲的猪肉 所以我为什么现在推广 叫粮食就好 不是只有吃粮食吃饱 要吃到优良的粮食 台湾的今天 应该有能力吃好 而不是只要吃饱 不同坊间涮涮锅 大多使用冷凍猪肉 这里送上桌的每一盘猪肉 都是从无忌恒的分切工厂 冷藏直送 质地水水嫩嫩 只要轻涮几秒 换上粉红外衣 不必沾酱 单吃就能品尝出 冷藏猪肉特有的鲜甜 他们家猪肉全世界最好吃吗 我也不敢跟你讲这个 可是我觉得我看到一个 接应者他里面 他的想法 他想要让我觉得是那种 让台湾的养猪 在国际上 能重新再重返荣耀那种感觉 我觉得他跟他弟 做的东西都一样 就是说我要让国际看到台湾 我觉得他是这样子在做事情 所谓十年磨一剑 2008年 吴继恒在弟弟吴继刚的请托下 回到台湾 担起照顾父母的责任 也第一次接触畜牧业 十年来他靠着一股信念 想要让台湾猪再度名扬国际 让自家的肉品分切工厂和餐厅 成为国际友人 特地来台参访的地点 也吸引不少年轻人 愿意加入传统产业 在国外打工度假 他们员工来自各国 人多就会比较 那我当然不能 就是失去台湾人的面子 当然就要跟他拼了 那拼拼拼过程中就 莫名地产出了热情 所以我想说回台 也想要继续延续这份热情 这样子 所以想要找相关的工作 对 也许传产 那个印象深植人心 所以当初其实我对台湾的 这一个领域的产业 并没有抱太大的期望 想不到进来之后发现说 从育人室 然后到分切桌 然后包装 甚至这样 就是综合全部 真的 我那时候几乎以为说 我是不是又回到澳洲了 其实刚来的时候 还蛮紧张的说 到底会不会有 会不会有客人过来 而且这么偏僻的地方 吴继恒感性地说 这成果的背后 藏着太多的感谢 他愿意在云林跟我做这件事情 因为毕竟很多人都离开云林 去更大的市场 台北台中 台南高雄去发展 来云林做这件事情 也需要很多的勇气 所以我才说 谢谢啦 谢谢 谢谢 我弟弟从来没有跟我说过 什么谢谢之类的 可能他有 可能在喝醉的时候有说过 就是说 或许你过去知道吴继恒 大多是因为他是吴继刚的哥哥 但他想要打响台湾中名号的坚持 也为自己开创出一片天 兄弟俩为台湾这一个品牌的努力 有目共睹 我们俩都认定 我们两位都是传餐改良 食衣住行的十根一样 比我做得重要 我们人口越来越多 全世界 食物的品质越来越不好 我们需要像我们哥哥这种人 才可以保护 我们的基本食物的品质 这对我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听起来你还蛮以哥哥为荣 就是我刚刚就是叫他不要进来 就是这个原因 我不喜欢在他前面讲 讲他的好话 你怕他太骄傲了 那我不希望他太得肉麻了 不要 都不能流出去 那你 放出来的时候才知道就好了 欢迎收看近集的台湾 我是许晶晶 带你看平凡人的精彩人生 台中风源有一家北方面食馆 老板罗永兴原本是柔道果手 他把过去柔道摔人的功夫 用来对付面粉 而店里头的面店全都是手工制作的 最受欢迎的酸菜白肉锅 他也坚持古法 亲自搬运了上百斤的石头 押出酸白菜的多余水分 只留下咸香爽脆的口感 说到罗永兴 当初会放弃前途四井的柔道果手之路 其实是为了要帮父母还债 想让家人早日远离黑刀上门讨债的恐惧 最近罗永兴是如何从一个只会衰柔道的餐饮门外汗 蜕变成为北方面食达人呢 来看他的故事 看 以前是把力气用在刷刀上面 现在是把力气拿来对付面粉 当初如果没有台东的老板跟老板娘 也许今天风源就不可能有这一家酸菜锅的出现 真的是要靠力气 这个你没有力气揉不出来这样子 因为你要把那个精度揉出来 没到用餐时间 罗永兴卖力和面团 瓦钢琴的认真模样 是台中风源这家北方面食馆的活招牌 每个顾客进来的时候 就看到他们家的整手工在做 那种身材 100公多公斤的力量去压 那里面是一定好吃的 但罗永兴的橱窗秀可不是在搞噱头 因为他年纪轻轻不到30岁 人生却已经有三分之一的时间 都跟面粉和在一起 功力不在话下 瞧他手里包的猪肉馅饼 做法就跟坊间大不同 我们包的话是包直线的 有一些师傅在包 就是包得像包直的方式一样 它会有一个就是地头 就是会有一团面团 我们的包法把地头平均分散 然后让它成一条线 那客人在吃到的时候 他不会吃到一整团的面团 包法与众不同 全因为罗永兴在猪肉馅饼里 藏着大彩蛋 皮的厚度是刚刚的好 那当你咬下第一口的时候 里面是满满的汤汁 非常非常好吃 用剥开的让汤汁先出来 然后再吃饼这样子 对 就比较不会被喷倒 因为被喷过一次 然后下一次就不敢再被喷了 不光猪肉馅饼的爆浆口感 叫人惊醒 罗永兴做的酸菜白肉锅 顺着热气飘出的那股酸香风味 叫人一闻 唾现忍不住发达起来 更是每桌必点 自然的酸 然后引发我们就是忍不住 就唾液一直分泌 然后就会一直想要吃 一直想要吃 甚至会打包再带回家这样 讚 因为我吃过很多酸菜白肉锅 可是他们家的不会很酸 有的是死酸 不然就是太咸 可是他们的刚刚好 有的时候朋友在约的话 一天来吃两次也有啊 中午吃一次晚上又来了 吃不腻啊 就也不知道就好吃吧 叫老顾客怎么吃 都吃不腻的关键 就在于酸菜白肉锅里的 灵魂食材酸白菜 全都是罗永兴遵循古法 自然发酵而成 每到大白菜盛产的冬季 是他最忙碌的时刻 有没有你看它的肉 因为李山的白菜它的叶梗 它比较厚实 吃起来它也比较有脆度 大锅里白烟鸟鸟的热水 是决定当年酸白菜品质的第一关卡 我们挑的都是不喷农药的 所以它这个有时候 你看到外面虫窑啊什么的 所以这个里面一定会有虫卵 你虫卵你要超过80度的温度 你才可以把它全部都杀死 热水杀菌后的大白菜 还得浸泡冷水急速降温 好保持叶菜的脆度 紧接着重头戏才要登场 只见罗永兴先在大桶子里 撒上一层盐巴 再化身橄榄球圆 将一颗颗大白菜当成橄榄球 用力地塞好塞满 排力的时候一定要压紧 所以一定要很粗鲁 就这样一层盐巴一层大白菜 罗永兴花了快半个小时 才塞满这一大桶子 仔细算一算 里头的大白菜将近有300公斤 但它的活还没结束呢 现在来压这个石头 把它菜的水分压出来 保存它的脆度 好 我看你满头大开 对啊 因为这个真的是很 不是一般 连一句话都说不完整 感受得到罗永兴有多累 但你知道吗 和这堆石块奋战的他 不光是花力气 其实还在动脑筋 这个都是慢慢堆跌而成的 不能打力 所以累之累在这里 不是石头上来 啪一丢就好了 不是 是石头上来 你要一个一个好好的放 再重的你也不能丢 对 就很像抱小孩慢慢的 对 对 不然你移好的位置 你一丢它就开掉了啊 由于罗永兴坚持古法 只用盐巴腌制大白菜 得等上一个半月 才能自然发酵完成 吃一样看 有没有 它酸的 其实不会像我们那个醋一样 咬一样你觉得好像很酸 但是你慢慢地存下去之后 你会发现你的喉嚨是回甘的 等上一个半月 才尝到的酸香回甘滋味 要做成酸菜白肉锅 搭配的高汤 当然也不能马虎 这汤真的很好 喝起来不会很油腻 让汤头喝来不油腻的秘密 全因为罗永兴在高汤里头 多放了鱼骨 蚵仔和蜡仔 口感比坊间常见的大骨高汤 更清爽甘甜 连吃法也很要求 因为它的酸菜白肉锅 不像一般火锅 煮滚了就能马上吃 我们这是纯天然的酸白菜 所以要滚个大概十分钟左右 然后再吃 那它里面的酸度跟它的咸度 才慢慢地出来 好 请慢用 谢谢 谢谢 果真就像罗永兴所言 自然发酵的酸白菜 酸香回甘的滋味 是越煮越融入汤头 肥瘦比例刚刚好的猪五花 也让汤头的口感更润滑 它的酸白菜做得清爽 该酸的酸 但是不像外面酸得过火 或让你觉得入口不舒服的感觉 光和汤当然不过瘾 锅里的猪五花是又薄又脆 搭配特制的韭菜酱和辣椒酱 更增添风味 在外面的我不爱 因为都会肥肥的 太油了 它家的就很特别 不会油 可是它吃起来带有一点点脆脆的 外面有些吃起来会有一种片味 那种猪肉的味道 咬下去就很想让人家吐出来 可是他们家的不会 就很好吃 东北朋友是说 它这个味道跟他们小时候在东北 在哈尔滨那边吃到的味道 是很像 很接近的 所以他就觉得有家乡味 但叫人意外的是 罗永兴做出了口味道地的 北方酸菜白肉锅 自己却是个土生赌场的台湾人 而且开餐馆 根本不在他的人生规划内 以前是把力气用在甩楼刀上面 现在是把力气拿来兑付面粉 原来罗永兴在开店前是柔道国手 家乡台中风源的富春小学 是他的启蒙学校 现在他只要有空 就会带着自己做的北方面点 去帮小学弟们加油打气 等一下小朋友他们练习完 然后给他们吃个点心 谢谢老师 好 不客气 不客气 看着小学弟们认真练习的模样 罗永兴不仅回想起 和自己无缘的柔道梦想 小时候也是 就是像现在这样 就是壮壮的 刚好我们的教练是我们的体育老师 可能上课很调皮 那老师说 不然你来练柔道这样 他脑筋动得比别人快 那因为柔道这个运动 是属于接触型的 常常变化都在瞬息之间 所以你的思考能力 你的判断能力 一定要比别人快 有天分 又不怕训练的辛苦 才接触柔道一年的罗永兴 就得到了全国冠军 由于罗永兴排行老妖 又是家中独子 经营木工家具厂的罗爸爸 家境富裕 很舍得花钱栽培儿子 于是罗永兴的柔道舞台 渐渐的发光发热 还曾经出国比赛 得到泛太平洋柔道锦标赛的亚军 我也很开心 我想我会想说 我本家也真厉害 我真厉害 后来罗永兴靠着杰出的柔道表现 保送台东教育大学 还获选国手 正当他全心投入训练 准备为国争光的时候 丝毫没有发现 向来是自己坚强后盾的父母 出了大事 因为帮亲戚担保 原本家境富裕的罗家 一下子背负了两千多万的债务 罗妈妈得到处借钱 才能够应付家计 以及儿子的学费 和柔道训练的经费 妈妈会四处去跟亲戚朋友借钱周转 你也知道嘛 借钱这方面就是要看人家的脸色 阿姨也不一定借得到 所以就是想说也要跟弟弟讲这件事情 姐打电话给我之后 我就真的觉得自己不是很孝顺 那时候又刚好选上国手 然后又刚去新生 好像放出去的野马 四处玩啊什么的 我就一学习 给我妈妈花了二十几万 大姐的一通电话 让原本习惯优渥生活的罗永昕 开始缩衣结石 将近一年以泡面果腹 直到一位好心同学 向自己打工的老板提出 让罗永昕免费打火的请求 我一开始也是脸真的是打不下来 因为以前 我们怎么可能去做这种事情 在家里说难听一点 我们不给人家就 还要去跟人家要 怎么可能那种事情 后来老板娘打一次电话给我 打两次电话给我 人家就说 你来不用不好意思这样子 罗永昕以为 有贵人帮忙 自己可以省下吃饭的花费 多少能够缓解家里的债务压力 一次他放假 回到台中丰园老家 才知道自己的想法有多天真 你知道那些讨债的人 试了整身都是啊 然后吃槟榔啊 然后大家成军结党的 然后开始来要钱啊 我们都走得不死了 到后来我是说 没有快点从来来 叫警察干报 那个小孩子去警察局啊 对啊 不然怎么办 对啊 妈妈的眼泪 让罗永昕好舍不得 他唯一想到帮忙父母还债的方法 就是休学 赶快出社会工作 我有决定要休学 那我想说 前阵子都在那边吃饭 然后我们也是礼貌的 要告诉人家说 要回来就是多多少少 熟悉外面工作 不管几万块都好 至少能帮忙家里 多少能负担一点 那老板跟老板娘就说 你好不容易 都已经来到这里读书了 那家里的情况 也不是你一两万块 可以解决的事情 那不如这边我帮你 当时好心帮助罗永昕的老板夫妇 不光提供打工赚钱的机会 还免费公吃公住 更难能可贵的是 经营北方面食馆的他们 还无私地将一身好手艺 全部传授给这个素妹平生的打工仔 为了早日学成 罗永昕把过去练柔道摔人的功夫 全部拿来对付面粉 在上百度兼台 加温的千层饼是罗永昕当学徒时 觉得最困难的一样面点 我们一起过的时候 就要马上拍了 它才会碰松 对 把它里面的蒸汽拍出来 很胖 我们经常都拍到 手都会起泡 起水泡 罗永昕在铁沙掌拍松的饼皮上 陆续放上小黄瓜丝 特制酸豆和猪肉丝 千层饼才算大功告成 就是它那个酸豆吸引我 然后它那个饼很Q弹 酸豆啊 那个感觉就是你吃下去 会跟嘴巴那个味蕾 会恋爱的感觉 现在顾客的肯定 就像当时老板夫妻的帮忙 给了罗永昕面对未来的勇气 大学毕业之后 他选择放弃最爱的柔道 回到家乡台中风源创业 一起分担父母的债务 伯爽一直以来是我从小到大的梦想 再怎么省不得还是要放弃 我就感觉对于一百岁 甚至说 没想到他到三天 看着儿子为了帮家里还债 不得不放弃柔道梦想 让罗妈妈好愧疚 决定当儿子的后盾 陪他闯到陌生的餐饮界 10号桌 小锅 由于罗永昕创业时 家里的债务还没有解决 开店基金当然又得向亲友开口 只是借钱 难免得看别人脸色 毕竟从家里很好的时候 到不好的时候 你也知道欠人家钱的那种 能言能语 就会说敢做起来 那我们就是因为冲了这一句话 所以我们就是更努力更认真更执着这样 为了堵一口气 罗家人同心协力 尤其是到了烟白菜的时候 更是谁都不能缺席 就是家里姐夫啊姐姐啊 他们都一起回来帮我们嘛 所以你看家人多重要 不太高了 七桌啦 只不过正当生意开始好转的时候 罗爸爸却在这个时候 厉害过世 癌症还有那种标靶治疗 其实我们那时候才刚好的时候 其实我们没有钱 只是生活过得去而已 标靶治疗要好几十万 对 然后 即使再舍不得爸爸 罗永昕也只能把眼泪化为动力 从2011年开店到现在 店里的面食统统坚持手工 因为这是他报答另一对爸爸妈妈的方式 台东学到我老板的就是经营方式跟理念 存手工这种东西 真的 你如果只要一想到头来 你只要观念不好 你随时都会用机械代替 其实我们以前 运动的时候 因为我们这种是禁忌的运动 时常都会受伤 就像现在天气只要转变 我们就会真的是会很痛 但是没办法 还是要持续 还是要坚持得住 现在他的最大梦想 就是将这一份 藏在酸菜白肉锅里的恩情 从台东起源 跨过中央山脉 在台中风源继续飘香 来 加班 也用这一锅 以感恩调味的酸菜白肉锅 继续帮家里清偿债物 希望在天上的爸爸 能够像过去 他获选柔道果球时一样 为他感到骄傲 我跟你講 我爸一定会非常地骄傲 他现在如果在天上的话 他应该也是 整天在抽屁卡的儿子吧 欢迎收看近集的台湾 我是许晶晶 带您看平凡人的精彩人生 新北市的三合夜市 有一家麻油鸡老店 老板柳中秋 过去是歌廳秀的艺人柳丁 你可能对他不熟悉 但是他在歌廳秀盛行的年代 在南部专门唱夜启田的歌曲 而走红 当时一碗羊春面才卖十五块钱 他已经唱出了年薪有 一百八十万的高身价 无奈在人气震望的时候 柳中秋却碰到了 刚出生的儿子 罹患了血癌 即使散尽家产的医治他 仍然是回天法术 痛失爱子的柳中秋 后来也发现自己 因为演艺工作 长期日夜颠倒而爆肝 毅然决定要挥别 光鲜亮丽的演艺圈 回归到平凡 做小生意 只是他从来没有下过厨房 是如何做出 热卖三十年的麻油鸡呢 一起来看他的故事 好 来 热卖 内用埋头猛吃 外带引领期盼 这家隐身在三重三合夜市的 麻油鸡究竟有何魅力 買晚餐 然后就刚好经过 然后看到很多人排队 然后就是味道也很香 就进来买 白鸡肉又提起来 味道很好 肉也很嫩 跟我之前吃到的 这家味道比较浓 比较好吃 因为其他吃到有些 我觉得像在吃水 在大力量 它的麻油香味很足够 那吃起来又不会腻 这样很容易 我就一口一口 我就一碗就很容易 就吃掉了 腰子吃起来非常的脆口 然后又不会有腥味 所以吃起来 不会让人家觉得 有点怕怕的感觉 很好吃 它的麻油也下得很足 那吃起来 整个就很浮的感觉 原来这里的麻油料理 每一道都有铁粉力挺 关键就是老板柳中秋 走小短袜的路线 台北的话可能就200到250 那这边挺多100出头吧 还蛮物美价人的 虽然价格平时 但品质可没因此打折扣 曾经在农委会办的麻油鸡比赛 拿下最佳人气津津有味奖 不同于坊间 麻油鸡大多使用老浆 为汤头增色提味 柳中秋特别用的竹浆 营养是老浆的好几倍 价格也贵上快一倍 一般做麻油鸡 没人用汁浆 都用老薯 煮起来的汤头 黄金色的 更香 很好喝 但是更贵就贵了 一斤可能要加这三块 不在乎价格 堅持追求品质 感觉得出来 柳中秋做生意很海派 就连麻油鸡的做法 也与众不同 大锅里的鸡肉 先用色香味浓的黑麻油 拌炒入味 再倒进纯米酒 慢熬高汤 亮食材的精华 通通释放到汤里头 为了避免鸡肉煮过头 破坏原本的Q软口感 柳中秋先将它捞起待用 紧接着 在麻油鸡汤里头 豪迈地倒进一大包煮浆 有人是用炒的 用爆浆 我没有 我用熬的 这样稳和 他心里这都没人知道 原来柳中秋的麻油鸡 不像同夜用麻油爆香老浆 来增加汤头的风味 在这里是以小火慢熬八个小时 让煮浆的香气和营养 慢慢融入高汤中 冷冷的天气来上一晚 超级幸福 寒流一来就必定来报到 这家吃的会热 一吃马上 我刚刚来好冷 一吃我就开始冰了 真的 一吃就热了 喜欢 因为真的 因为我手脚很容易冰冷 所以吃这个都会扭汗 对 更特别的是 这里的麻油鸡 还多了这一味 吉熊肉片 柳中秋为了打破坊间刻板印象 认为吉熊肉口感甘彩 他坚持现点现做 上桌之前才好好给他处理一下 就要用这样烤 为什么要烤 有勇气的 你如果切下去就是整条 吃也同样会熟 如果要吃是你汆烫一下 烤一下就拿起来就好了 像我们在吃火锅 耍耍耍耍耍 这样比较好吃 不柴 多汁 非常好吃 对 跟一般外面的吉熊肉 完全都不一样 老板我们要加汤 你的汤很好喝 只要听到顾客 要加汤的肯定 柳中秋 就会露出欣慰的笑容 因为这一锅麻油鸡 是他的事业第二春 手里的汤勺过去是麦克风 以印尼柳林 招跳歌手秀十几年 招牌歌曲是他 一枚来刷手鼓门 无情罪于浸火轎 头脚跌跌跌跌去 没听后面我来叫 歌艺精湛的柳中秋 走红于歌厅秀盛行的 七八零年代 当时一碗羊春面卖十五块钱 他已经唱出了年薪 一百八十万的高身价 但这一件事的发生 让他忍不住高唱 心疏 下人哉 一四人 我的痛就是我们儿子 我这个妻子就是招牌 前一个小孩生出来 我那天去高雄做秀 我招牌是 以前小孩就在高雄牌 他说小孩好像是得到血液 我妈招牌在这边 招这边北京王三高 小孩招高雄是这样的 我一天招两个 又孤恩不怕了 我秀都没做笑三个月 想起自己再努力 还是无法从死神的手中 抢回儿子 柳中秋的纠结心情 全反映在紧握的双手 所谓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因为电视日渐普及 柳中秋讨生活的歌厅秀 生意慢慢萧条 取而代之的是牛肉场 当时他转做主持人 明明待在后台休息 却因为前台歌手的表演尺度太清凉 而受到了无望之灾 人家会去唱 唱啊 唱啊你没有政府台队 后边有什么事 我这四人有两个 风是风是风 我感觉是很默奢 这一年 我没有在台队 在后台 这样有什么事 这四人就有这两个污点了 也因为警方强力扫荡 让牛肉场逐渐没落 后来柳中秋透过朋友介绍 转型当电视台演员 但是长期嘎嘻的压力 让他谋生 转行的念头 那里面都 不是我们这个正常 都像到四边了 我都聚桌子 冬一个市场上 一回没睡 冬一个市场上 后边巴巴叫 冬着就睡了 我没跟你骗 别看他现在剁鸡的技巧很纯熟 当初创业卖麻油鸡的时候 可是连一只鸡都没有剁鸡 去市场 看人家在买鸡 鸡鸡鸡 我也不敢 他在鸡鸡 这样看 不好意思 我眼睛用刺 为了摸索鸡鸡的诀窍 当时的柳中秋 每天这样刀光剑影 剁到腰痠背痛还是小事 一次放弃的经验 才叫他记忆深刻 躲到这里 这里叫我剁鸡 躲到这里 躲到这里 躲到这里留学 我就这样了 我那个员工 老板你在干嘛 我在放学 听八个月 你就忍他忍八个多月做设计 披抗医生 对啊 这个可以关八个多月 你知道我身心多少 别说我跟员工没有头脑 对吧 那时候我有请酒鸡 就是因为秀锦 柳中秋好丢减减 凡事亲力亲为 开店三十年来 坚持麻油鸡当天现做现卖 丝毫看不出 大家意象中的明星架子 老板每天下午来 在这边剁鸡 剁姜 他之前剁姜还戴那个眼罩 我有看过 他真的亲自在这边煮 完全是他的手艺 真的很棒 所以会觉得 不是那种艺人搞虚头 对 真材实料 这虚风 这房间 这常常来找我 这过去也常常来 墙上一张张和艺人的合照 是柳中秋在演艺圈 好人缘的证明 现在的他 偶尔客串 过过细影 重心全放在自家的麻油鸡小店 虽然每天都是一百零一套衣服 摸油汤 不像过去当明星时光鲜亮丽 他却因为赚到了健康 活出新人生 而甘之如頤 舞台上的表演 观众帅给你打蜜蜜 不过做生意的心态不一样 观众吃东西欢迎 好 老板 赞 心来跟打蜜蜜同样 谢谢 谢谢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看到了北方面食达人 罗永昕 为了要帮父母还债 尽管舍弃了最爱的柔道梦想 仍然秉持着 永不放弃的运动家精神 用料理开出另外一片天 以及隔壁修艺人柳中秋 因为痛失爱子而感到人生无常 也为了要改变演艺工作 长期日夜颠倒而爆肝的生活 他决定要回归平凡 买麻油肌为生 坚持亲力亲为的态度 不光为自己赚到了健康 也活出新人生 还有顶着留日硕士高学历的吴继衡 为了让弟弟吴继刚没有后顾之忧 在纽约追求梦想 他选择回到台湾照顾父母 并且踏进全然陌生的农业 从中也激发自己 想要荣耀台湾猪的使命感 这些都是平凡人 最不平凡的精彩人生 近期的台湾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许晶晶 我们下次再会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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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